固守叶城的慕容德 为了躲避北魏倾国之军的大举进攻 无奈之下退到了黄河南岸的华台 再看此时的关东大地 已经尽是北魏拓跋归的天下了 可叹老皇帝慕容锤辛苦恢复的前沿版图 如今也只剩下两个相隔千里的小地盘了 北有慕容堡占据辽东老巢龙城 男友慕容德苦守华台 慕容德在华台称帝之后 五湖十六国中的南岩政权就正式建立了 为了减轻自己对面的军事压力 慕容德心生一计 于是派出使臣出使龙城 慕容德让使臣骗对面的慕容堡 说自己仍然在坚守夜城 而且北魏的拓跋归 已经率领北魏的主力撤回了墨北草原 此时河北空虚可以趁虚而入 慕容德这就是居心叵测的骗慕容堡南下 收复中山 慕容堡这人脑子简单的就跟婴儿一般 似乎是没什么分辨能力的 做事全凭本能 看着馅饼伸手就拿 看着是陷阱脱裤子就跳 得到了慕容德提供的这个假讯息之后 慕容堡心中大喜 也没多加考量就立刻下令征集 辽西的军马准备南征收复中原 慕容堡手下的慕容德和儿子慕容圣是极力的劝谏 但此时的慕容堡根本听不进去 公元398年的2月 慕容堡命令儿子慕容圣留守龙城 自己带着慕容农率领着大军登上了征途 但这时候后宴的军士们对于这个常败皇帝慕容堡早就失去了信心 于是出发仅仅三天之后 宴战已久的将士们就在军官断肃谷等人的教唆之下发生了滑变 慕容堡和慕容农等人狼狈逃回了龙城 此时慕容堡面临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 这龙城城内留守的兵马并不多 很难抵挡住叛军的进攻 当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心梗幼育脑中风 就在慕容堡坐在城里发愁 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 此时的后宴军中又一个实权人物 顿丘王蓝汉 加入了对面的叛军阵营 这个蓝汉说起来是慕容锤的堂舅 同时也是慕容圣的岳父 您别问我这个辈分是怎么论的 只能说鲜卑人乱伦的程度 远远超乎了现代人的想象 更加要命的是一项以忠诚著称的慕容农 这次竟然也在蓝汉的引诱下 趁夜出了龙城投奔了叛军 慕容农的这一行为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想必慕容农此时对于这个皇帝慕容宝 扶不起墙的烂泥是彻底的失望了 当然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慕容农倒戈都是铁一样的事实 第二天叛军攻城久攻不下 叛军首领段宿谷就把慕容农这个秘密武器 推上了台前 慕容农的威力显然不亚于一颗核弹 后宴的军士看着威名赫赫的辽西王 竟然出现了叛军阵中 城内这守军是斗志全无 竟然是不战而溃 慕容宝和儿子慕容盛等人也不得不率领清记 仓皇难逃 龙城就这样落到了叛军的手中 此后没过几天 叛军内部就发生了内讧 一派想拥立慕容农为主 另外一派呢 想拥立慕容农的儿子慕容虫为主 结果在拥立慕容农的这一派失败之后 慕容农就被很窝囊的杀掉了 可叹辽西王慕容农 在老爹慕容锤生前那是多么的英勇神武 但是后来就好像失了翅膀的雄鹰一样 能力尽失 甚至连死都死得如此的窝囊 慕容农死了以后 蓝汉又除掉了段宿谷这个叛军首领 自死之后蓝汉就成了叛军的最高领导人 蓝汉同时还派人去迎奉慕容宝 声称要接慕容宝回来重登地位 这个白痴一样的慕容宝居然心动了 但是身边的儿子慕容胜 却觉得蓝汉动机不明 回去很可能就是自投罗网 劝他老爹咱们要继续南下 不然咱们去投慕容德吧 一行人风餐露宿东躲西藏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 总算来到了黎阳 黎阳就是今天的河南郡县 慕容宝等人躲在黄河北岸 然后派了使者前去通知黄河南岸的慕容德 慕容德听到了使者带来的讯息 于是召集手下群臣跟大家商量 说如今四弟回来了 我打算去迎接他 大家觉得如何 四弟这个词其实是用来称呼皇位继承人的 而慕容宝早就是皇帝了 慕容德这个话呀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不承认 慕容宝如今皇帝的身份 手下这些大臣个个都是人精 谁也不是傻子 大家都心知肚明 群臣都出来反对 说此事是万万不可的 慕容德手下的将军 慕玉户更是主动请应 慕容宝跟慕容德讲 说慕容宝放弃了国都是自取败亡 如今慕容宝难以承受一国之君的重任 这点是显而易见的 更何况 如今咱们只听了使者的一面之词 也不知是真是假 不如先让我去探探虚实吧 这个探探虚实是个委婉的说法 其实慕玉户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置慕容宝于死地 慕容德自然是心领神会 当即表示好好干 千万别让我失望 然而这个慕玉户过了黄河却扑了个空 原来自从使者走了以后 慕容宝从当地一个侨夫的嘴里打听到 如今的慕容德已经自立为王了 慕容宝顿时下了一身的冷汗 赶紧就跟儿子慕容盛等人一起北返继续逃窜 逃亡的途中 慕容宝听说这个蓝汉在执掌龙城大权之后 依然祭祀了燕国的宗庙 看上去这蓝汉并不像是个逆臣 所以心里对蓝汉产生了些好感 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决定再次回到龙城 到龙城之外 慕容宝就派人前去通知蓝汉 城中的蓝汉也立刻派出了使者前来迎接 这个使臣是口若悬河 反复称赞蓝汉的忠臣 很快就把这慕容宝说的是蠢心大悦 立刻决定我这就入城 儿子慕容盛在旁是苦苦尽见 但是慕容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总之慕容宝满怀欣喜的准备入城 慕容盛则留在了城外 果然成如慕容盛所料 老爹慕容宝甚至连城都没进去 就在龙城郊外 被蓝汉的弟弟蓝嘉南杀害 同时被杀的还有慕容宝的太子慕容策 此时据老皇帝慕容锤去世 才刚刚过了两年而已 这两年里慕容宝这个败家圣手 所做的一切 只要一个词就能概括 狐狸糊涂 慕容宝是狐狸糊涂的干事 狐狸糊涂的待人 狐狸糊涂的治国 狐狸糊涂的打架 狐狸糊涂的败王 狐狸糊涂的死于非命 慕容宝死了以后 在城外逃过一劫的儿子慕容胜 决定要进城奔丧 部下都劝慕容胜 殿下呀 您可不能进城送死啊 但是慕容胜态度坚决无比 就好像出唐的子弹 没有回旋的余地一样 慕容胜跟大家讲 蓝汉顾及我和他女儿的情分 一定不会杀我 只要给我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我就能扭转乾坤 在这咱们补充一下 蓝汉的女儿蓝菲 嫁给了慕容胜 所以蓝汉还真是慕容胜的老岳父 慕容胜话虽然说的质地有声 可是心里却是着实没底 如今他们慕容家是精英尽尸 政权被夺 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如果这慕容胜再不留下来冒险一搏 那祖辈创的大业将彻底断送了 当然慕容胜心里也清楚 自己入龙城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但是慕容胜更清楚 如今也只有这么做 自己才有一丝翻盘的希望 所以慕容胜义无反顾的进了龙城 此时的蓝汉已经正式自立 称大将军大臣于昌黎王 见到蓝汉之后 慕容胜是放声大哭跪地求饶 慕容胜的岳母也就是蓝汉的老婆 此时也为自己的女婿说情 而蓝汉的妻子蓝飞也哭着 跪地下求自己的老爹网开一面 别杀丈夫 蓝汉此时心软了 不仅饶恕了慕容胜 还把慕容胜留在了宫中 任命他为侍中 慕容胜察言观色很会来事 看着蓝汉想睡觉 马上递枕头 看蓝汉想打人 马上送砖头 就这样 慕容胜很快就取得了蓝汉的信任 在博得了蓝汉的信任之后 慕容胜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下一次咱们就讲一讲 慕容胜是如何利用蓝汉兄弟之间的不和 完成自己的复仇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说